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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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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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于醒了都要下班了 我怎么回办公室 睡傻了吧你 你就是我 当然在办公室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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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个梦有点奇怪 我打个电话给二八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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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啊 慌慌张张的 这个很难跟你解释 你没事就好了 我当然没事啊 倒是你怎么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真的 真的 是什么 你把眼睛睁上去 睁好了吗 嗯 来 你跟着我走 可以这样 这是给我的吗 对啊 可以给你挑的生日礼物 真的吗 真的吗 妈咪 妈咪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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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怎么在这里 我们应该在办公室吗 你还不愿意接受真相吗 不不不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没有杀人 其实 那天的情况 是这样 那天是你女朋友的生日 你买了一台车 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 你跟女朋友见面之后 女朋友直接跟你提出了分手 嗨 二哥 嗨 这是送给你生日礼物 喜欢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 不是 你们不是 你太幼稚了 真的 就跟个三岁小孩一样 我觉得你还是一个人慢慢去玩吧 你一气之下 用随身带着瑞士军刀 杀死了女朋友 之后 你被派出所关押 却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失常怀疑 后来 你被转入我院 我们发现 你因为重大的精神打击 和深切的愧疚 自责 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 你把杀人的责任 推协到了另外一个 你一想出来的 穿黑色冬帽的人身上 并且将自己封印在那段 女友被杀的记忆中 一次次轮回 企图救回女友 但你每次成功救下女朋友 就会发现 你自己才是那个凶手 好, 做的事 第五期